好 說到中國呢 小粉紅的玻璃心又要碎了 因為他們跟南韓合作的卡通超級飛俠 中國的版本呢 把台灣說成是中國的一個島嶼 但在香港的版本 說台灣是亞洲的一個地方 國際版本呢 更把台灣跟中國分開了 最後超級飛俠在中國下架了 南韓和中國合作 直播的動畫卡通超級飛俠 Super Wins 不只在中韓受到歡迎 連在美國也擄獲不少小朋友的心 沒想到這部卡通 現在被中國小粉紅指控入華 你要把這個包裹 交給一個叫莉莉的女孩 還有叫小明的男孩 她們就在台灣 台灣在哪兒 她是中國的一個大島嶼 在中國播出的版本 把台灣說成是中國的島嶼 但再看看香港版的 台灣在哪裡啊 台灣是位於亞洲的一個地方 香港版中台灣被形容是亞洲的一個地方 另外在國際版中 地圖上的台灣也跟中國畫分開來 讓中國網友玻璃心碎滿地 而這還沒完 中國版的這一集是關於南韓的大節日秋夕 不過在卡通裡被翻成了中秋節 又讓中國人不滿 這會誤導小朋友中秋節是源自南韓 結果後來這集被重新配音把原本的中秋節改成團圓節 不過再加上先前的台灣事件讓小粉紅氣得不斷檢舉 結果現在中國小朋友愛看的超級飛俠被迫在中國下架 消息傳到南韓 媒體形容中國實在是小題大作 從超級飛俠這部卡通也能看出中國玻璃心到底多一歲 記者這麼不到